随着三名台湾舰艇兵被诊断出有新冠病状 台湾的台海防疫可谓岌岌可危 幸好蔡塞子没有上舰艇 要不然她也一定中招了 她要是灭了 那台湾就自动回归祖国了 所以现在海上的舰艇 比如说钻石号 还有美国的罗斯福号 还有里根号 还有法国的这个什么号 什么巡洋母舰 航空母舰 还有台湾的这几座什么拉法业级 磐石级的都成了海上棺材 那绝对是飘动的海上棺材 台湾只有这三个 那就是扯淡 其他的700名官兵 起码有一半已经被被感染了 台湾的这个台海防疫 可以说是已经彻底的自我毁灭 中国基本上不用飞逼一族 就可以拿下台湾了 看来武统是势在必醒了 sorry啊